那么这个山苦呢 学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原来学佛不是消极的 世间人才是消极 堕落 这叫堕落 为什么呢 他就跟着自己的坏苦跑 自己有点苦 他就要想办法去缓解一下 慢慢地堕 这就是堕性 人都有堕性 这个堕性就是 不想改掉自己的贪嗔痴 随着自己的业力走 所以说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堕落的 只要跟着自己的业力漂流 自己不奋力地去挣脱烦恼 谁的这个业细 造业 是不是堕落啊 所以说世间人 他说他所谓的奴隶 其实要不就是上瘾了 你看那个战争狂人 他就是打仗上瘾 战胜别人 他觉得统治这个世界 统治人类 自己当领导 他觉得这个很过瘾 他一生都是用自己的生命 像赌博一样地去干这件事 很想爬到这个最高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人 其实是伤心病狂的人 他觉得他在追求什么 人生的什么境界 其实他其实是被业力牵着 他可能过去是 生生世世都看到有权力的人 羡慕 但是永远又爬不上去 他就经过无数式的积累 他这辈子终于逮到一个机会了 不断地窜息 看到有权力的人 他羡慕他们 羡慕 慢慢地就积累这个业力 积累到一定的时候 为了爬上那个位置 最后就开始疯狂地杀人 他已经不管那个了 只要能爬上那个位置 他就不惜一切代价 这就是堕落 这个不是什么上瘾 你看人类 有些人为了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 就不管别人的痛苦 普通的人又想过平安的生活 然后就要去反抗 对不对 就像你看一战二战 老百姓都想过平静的生活 平安的生活 繁衍后代 生老病时 他觉得这个还可以过 那些像希特勒这样的人 他就想爬到权力的顶峰 他想统治全世界 是吧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 是他的这个狂乐的粉丝 就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所以说人类 你看整个历史 其实我们学过山苦以后 就把人类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追求 有不同的贪求心 这个叫求不得苦 他要缓解这个求不得苦 他就得去想办法 让别人痛苦 缓解自己的痛苦 他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你看我们通过修行 这个不需要让别人痛苦 我们自己 就可以让这个苦苦减少 坏苦减少 也会让别人的减少 我们那个方法是对的 是吧 不光减少自己的伤苦 还可以帮助周围的众生 减少他们的伤苦 世间人他是相反的 他自己的三苦 很强大 然后呢 他为了缓解自己的苦 他要让别人苦 你要伤身 想吃肉 就把别的众生杀掉 自己吃 是吧 这也是让别的众生苦 缓解自己的饥饿的苦 满足自己的口欲 但人的吃东西 不一定完全是为了饥饿 有些人也是为了一种 贪求贪吃 是吧 饥饿是一方面的 要去杀生 有些人也是不光要杀 有时候还有祈祷 是吧 你看那个饥饿的人 他就说就会去偷盗 抢盗 是吧 就让别人苦了 人类你看就是太多了 现在地球人口确实太多了 有太多的太多的人才挨饿 现在 现在这个我看到了这个报道上说 地球现在好几亿人在挨饿 你看我们现在中国人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人挨饿 因为他已经活到这个产次上了 你现在叫他 是吧 放低了自己的身份 到农村去种地啊 干活去维持自己的生存 他都不愿意的 你叫他去干一些活 他不干了 实在不行了 他就要去 抢啊 偷啊 骗啊 实在不行了 就自杀 不活了 是不是啊 这样的人很多 你叫他现在再回到从前 干一些低下的活 他就干不了了 这样的人也很多很多 富国的人 你叫他再过穷日子 他就过不了的 他宁愿自杀 他面子上过不去 为了面子他也要自杀 这个人呢 只能往上走 就下不来了 啊 因为他这个苦啊 因为这个虚荣性 自杀的人 很多很多 这人的苦啊 其实人类各种各样的呈现 其实都是伤口 很简单 看清楚了你就知道 都抵不开这个伤口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